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宣布全面脱贫奔小康这条新闻 位列本台2020年十大新闻票选结果第三名 这场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 牵动全球目光的脱贫运动 最终成果如何 脱贫成功之后 中国又立下了什么样的新目标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11月23日 中国832个贫困线全部脱贫摘帽 中国官媒称其为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7.5亿人成功脱贫 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美国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吴马泰说 西南台大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黎教授 则持不同看法 中国采取了精准扶贫的方式 今年3月前曾派遣25.5万个 住村工作队定点帮扶 在四川梁山走访期间 甘黎就接触到山腰处的一户人家 拒绝跟从扶贫干部的搬迁安排 村里面后来妥协 为他单独安装了水管 村干部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权 收入齐低 工作极度的辛苦 压力非常大 村干部帮联络了以后 就拿着一笔贷款 养了很多鸡 因为要去出 一下子就 生活就有很大的逃产 2020年 云南邦东乡的七个脱贫村 1408户 5360人的脱贫成果得以巩固 这个坐落于蓝沧江畔的古茶之乡 曾经被长久的遗忘 吴玛泰感叹到 邓小平的先父带动后父 没有沦为空谈 在这实地考察的两年间 他见证到村里吞了路 邻居从土胚房搬入了水泥房 孩子可以免费读书 比起新疆集中营 无强的互联网和民主政体 乌玛泰看到 更加吸引村民的是 每人五万元的住房补贴 还有五万元的迪力贷款 路和房子都很好 但很多人依赖于政府的医疗 教育和养老补贴 后平运动并没有创造大量工作 包农村周围很多小村子 不会搞经济作物 还是搞玉米和水稻 很多工程倒闭 搬到东南亚 失业未来会越来越多 乌玛泰告诉本台 中国扶贫的可持续性 引人担忧 农村教育 户口 土地使用等结构问题 还没有解决 2020年9月 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为 17952万人 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 项目经理迪欣怡告诉本台 农村弱势群体的脱贫成果 十分脆弱 或许经不起往后的经济动荡 和突发事件 这些好转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更重大的问题是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 十分不稳定 如果疫情第二轮来袭 农村劳动力很可能要在失业几个月 如果政府不提供援助和社会安全网 他们可能落入贫困现象 习近平在12月底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宣布 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的过渡期 逐步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他多次强调 摘帽不摘责任 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 不摘监管 甘林认为防止反贫 需要警惕养懒汉 需要建立一个既有保障 也有激励的长效机制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指出 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甘林说脱贫成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 同时也是一条漫长道路的开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 当局严厉管控和打压社会舆论 在这风声鹤唳的年代 仍有许多维权人士 以无惧执心 为中国的自由与人权奋斗 这其中就不乏令人敬佩的女中豪杰 本台记者陈品杰 就此制作了中国人权女侠专题节目 今天播出节目的下棋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2025年的7月9日凌晨3点 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家里 突然断电断网 外头传来有人窍门的声音 他前一晚才刚刚送丈夫 同为律师的包龙君 以及16岁的儿子去机场 一家三口却分别在家里 以及出国留学的路上 被带走之后失踪 王宇是著名709大抓捕事件中 第一位遭到抓捕的律师 在他之后 公安机关拘捕审讯了 全国约300多位人权律师 和维权人士 当外界再度见到王宇 是在一年后的认罪视频上 近年他曾向媒体透露 在关押的期间 当局曾以指控他儿子 试图偷渡被拘捕 以及把出国留学的 未来前途作为要挟 就是为了逼迫他认罪 王宇艺术当时得知 儿子被抓捕的反应 叹了一口气 当时就是第一次刚刚被 就是刚刚知道 就是孩子被他们抓回来了 然后给看的那个照片 已经又没有其他的这种思维了 当时我当时就晕过去了 就他们后来就是 给我抢救过来的 争取正义的漫漫长路 女性维权更是多了一份母亲 妻子的身份羁绊 在儒家慈母嫌弃的观念下 家庭更容易成为致命伤 被外界誉为 中国最勇敢女律师的王宇 不畏强压 被抓捕之后 坚决不录像 不认罪 甚至在一次 她被强行带到中央电视台时 毫不犹豫的威胁 将从顶楼跳下去 最后她仍因为儿子的未来而屈服 她对社会公益的爱 对自由平等的爱 在政府的打压下 被迫与对儿子的爱 进行拉扯 反正当时我就 这十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好好睡过觉 那段时间 每天就在考虑 我说我这个 我是什么样子都没事 然后但是孩子的话 我不想让孩子受到什么牵连 记录中国女性抗减者 她们的征途 艺术的作者 也是90后的 中国女纯活动家赵思乐 接受采访时说 女性较重视家庭关系 较有同情心的特点 较有同情心的特点 容易使政府 针对女性维权者 使用特殊的手段 来恐吓或是伤害 也就是拿她们的父母 或小孩来威胁 就类似于说 你小孩以后都上不了学 或者说你小孩以后 都不会有前途 就不会有好工作 比方说你的 就讲你父母很想你啊 然后他们都很难过啊 然后我们不会让他们 有好日子过啊 赵思乐细数耳闻的对话 告诉记者 这些例子屡见不鲜 根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资料库 记录1987年到2019年之间 曾经被拘捕 或在狱中的近1600名 中国政治犯当中 就有400多名的女性 其中一个即是著名的记者高瑜 年过七旬的她 因为曾经向境外媒体 透露共产党的文件 而遭判七年监禁 当局也曾经拿她的儿子威胁 逼迫她电视认罪 高瑜向记者透露 今年6月她的儿子 因为母亲原因 无预警被单位辞退 失业至今 但是却毫无怨言 天下父母心给了当局一把利刃 中共可以借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爱 进行勒索 逼迫让步 却也促使更多的女性 为了自己的孩子出征 不惜走上艰辛的维权之路 有的母亲不惜牺牲尊严 有的母亲也因此无所畏惧 他们清楚当局能使自己的声音 像成安一般微弱 但是却维稳不了天下父母之爱 在年仅一岁多的女儿 因疫苗注射导致全身瘫痪之后 十三妹和方美替女儿维权多年 仍没有结果 今年10月 她两度向河南挥县的政府门派 泼妻表达抗议 第一次因为她怀有身孕不予拘留 但是第二次她就没这么幸运 她与六岁大的儿子 在娃娃车里的女儿一同被带走 丈夫李欣随后也跟着失踪 自此全家下落不明 尽管世界五亿苗宝宝的愿望虚无缥缈 何方美对女儿的爱 也向外延伸扩散到公民社会 酝酿成对弱势群体的爱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她联络大批疫苗受害者的家属 成立疫苗宝宝之家 结合众多牵肠挂肚的父母 替自己的亲身骨肉展开维权 她不仅关注于自身孩子的疾病 更将维权的高度 拉到社会制度的层次 要求政府全面检讨改善 长期关注疫苗受害者家属维权 的人权工作者杨战青就感叹 何方美希望联合受害者家属群体 吸引更大的社会关注度 但是许多疫苗受害家属 因为被施压而不敢张扬 维权手段相对高调的何方美 也让其他人褪比三社 就怕走得太近 给自己惹上了麻烦 即便如此 狭义的她只要力能所及 都会热心相助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谈话的母亲 华秀珍就告诉记者 出世何方美时 她即主动伸出援手 提供在北京看病的 谈话母女一处落脚之地 为母则长的 不仅是替幼女维权的何方美 也是今年高龄74岁的华秀珍 她的女儿谈话 为复旦大学的硕士 却因为狂犬病的疫苗致残 落下终身的后遗症 母女俩维权多年 却频遭打压 原本是平凡上海母亲的华秀珍 能够有不错的退休党员福利 安详万年 却因为女儿疫苗致残 改变了她的人生 我是谈华妈妈华秀珍 我女儿现在取保候审 不方便出面接受采访 我以母亲的角色 回答您的问题好吗 面对记者询问 刚出约不久的华秀珍 成为挺身而出 接受采访的人 她在回复记者信息时 这么写道 为了替女儿医病 华秀珍不惜掏出毕生的积蓄 甚至为女儿尽精维权 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 判刑14个月 华秀珍告诉记者 我女儿经常做噩梦 梦见维稳人员殴打她 一边哭一边喊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我感觉自己很没用 自己不知道疫苗 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事实上 我们哭瞎眼 跑断腿 说破嘴 做冤狱 被打压 都是为了给残儿一个保障 呼吁国家立法 为我们的孩子 更为为人父母观的孩子 在中国 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却总有人勇往直前 刚才是本台记者陈品杰制作的 《中国人权女侠》专题的下集 去年12月发生的厦门聚会案 火称1226大抓捕 曾经震惊世人 转眼一年已经过去 仅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在这一年中被长期晋升 骚扰 传唤 挤压 甚至批捕 公民运动也已经在国家机器的疯狂碾压之下 奄奄一袭 中国公民新地里奈科 孕育着自由与文明的种子 还有没有破土而出的可能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 有关厦门聚会案专题报道的第四集 假如种子不死 厦门案的一位亲历者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 担心会被当局报复而要求匿名 1226大抓捕后 他对于过去为培育公民社会所付出的一切 从未后悔 下面由同事代读他的话 虽然议论论人权侵犯已成为党国常态 美国泰斗级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认为 一群恪守法治的中国公民在天罗地网之下排除万难 坚持会面并探讨中国的未来 厦门聚会有着不凡的历史意义 他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徐志勇等政治犯 作为寻求与拜登政府和其他自由民主政体改善关系的象征信号 我希望拜登政府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时会说服他们 中国政府很难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青睐 获得软实力和自由统治的声誉 习近平一直说要依法治国公平正义 那么厦门案件呢 为什么习近平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一种耻辱 一种矛盾 一种虚伪 今年初 许志勇在潜逃期间发布至习近平的劝退书之后 迅速落网 恰逢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 国际政学界连接发声 呼吁中共当局还权于民 2月底 美国汉学家李安友 林培瑞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等人 敦请中国吸取李文亮事件教训 立即释放厦门案受难者 7月8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09五周年之际发布声明 谴责中共打压徐志勇 丁家喜等和平倡议者 11月17日 库切 保罗奥斯特等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得主 再次敦促习近平释放徐志勇 美国国会议员麦格文在10月14日的国会简报会上曾惋惜地说 尽管中共的钳制手段日益升级 中国公民和异议分子没有完全臣服 而是在活动形式和技术层面不断开拓新的空间 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 2019年全国共有1385起工人抗议活动 2018年一共有1706起 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 中国再次涌现一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力量 民间志愿者和公民记者冲破封锁 奔赴疫区 一期早期 中国记者 包括公民记者 在危机中把握住机会窗口 趁中共敲定官方叙事框架前 贡献出真正的新闻报道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沙拉库克回忆到 当机会来临 中国公民不是跟着党走 而是见缝插针 追寻自由 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前 美国明德学院政治学家赵纳 重点研究中国的协商式威权主义 在国家和社会尚能共存的年代里 一大批相对自治的民间组织 虽然并未成功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 但是增强了威权主义的负责度 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 可是很快的 他密切追踪的非政府机构 一个个被关停打压 如果任由党包揽一切 灭绝所有民间的声音 赵纳忧心忡忡地说 最终的后果不堪设想 多江燕的奇迹在于 他不打算改变河流本身 而是利用河流的动态 创造出一个汇集河流和两岸居民的系统 相比于无视于自然规律 已经出现裂缝的三峡工程 多江燕可以屹立不倒数千年 近期他的最新论文 将目光重点投向那些乐于捐赠和做志愿者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 回顾二十年前 云南昆明等偏远地区的当地人 大多听不懂他说的公民社会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兴冲冲地 介绍自己的募输和捐钱活动 赵纳反复强调 这些年轻人不是中共的敌人 许志勇他们更加不是国家的威胁 中国政府不妨试一试效仿都江燕 把公民活动看作是公共生态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味妖魔化和制造敌人 12月8号 美国笔会授予许志勇 2020年年度写作自由奖 他是唯一不能到场领奖的人 自由表达研究和政策副主任 詹姆斯塔哲对本台表示 2013年徐志勇被捕时 有人华泽曾梦到他戴着手铐 拖着一双特大号布鞋 穿过监狱长长的走廊和一扇扇铁门 他说那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这一次他不再为徐志勇哭泣 而是望着他们作为铺路时伸向远方 你去铺铁路挖地基非常漫长 而且不会引人注目 会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火车 轰隆隆开过来的那种迅猛的那种力量 但是没有铺铁的人去铺铁路 铺地基的工作 火车开不过来啊 刘四房等人现在虽身处海外 也没有放下铺铁路的担子 狱中人的公民信仰 由他们继续分担思索和传承 他和一众同人们保持着同样乐观的信念 人心深处始终埋藏着对自由公益和爱的渴望 他有着瞬间苏醒的可能 无论寒冬和黑夜多么漫长 只要种子不死 希望就永不枯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您刚才收听的是本台记者薛小山 有关厦门聚会案专题报道的第四集 假如种子不死 餐桌和土地说话 第一手执机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 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经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 暗无天日啊 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 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变利人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 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 就在自由亚洲电台 及自由亚太报道YouTube频道 今年11月提供长租服务 打着高端白领公寓品牌的蛋壳公寓 爆出财务危机 上百万的中国年轻人 正被卷入长租公寓爆雷 租金贷款的陷阱 蛋壳公寓曾在2019年 被共青团 环球时报 新华社追捧 是谁让跟着党走的年轻人陷入困境 而与全世界走上街头 表达不满诉求的年轻人相比 中国年轻人为何更加拥抱体制 相信体制 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油管大杯 权威热点解析 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油管大杯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三权合一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佳杰 12月本来是一个充满过节气氛的日子 但是呢 蛋壳长租公寓爆雷 确实许多的中国青年毫无欢乐可言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题目 先介绍三位今天的嘉宾 首先是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健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王健老师 第二位呢 是在澳大利亚的资深媒体人 悉尼奶爸卢雄飞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第三位是新加入本节目的 时事评论员任松林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任老师 今年11月开始提供这个长租服务 打着高端白领公寓品牌的蛋壳公寓 爆出了财务危机 蛋壳公寓在全中国13个城市 管理超过41套的房源 爆雷之后 房东及租客的冲突事件 也正在这个中国的冬天上演 这里我想先请教一下王健老师 上百万的中国年轻人正在被卷入长租公寓 爆雷租金贷款的陷阱之中 事情会演变到现在 到底是谁让这些蛋壳青年陷入困境呢 蛋壳公寓出问题是源自于今年11月份 这家公司是在2015年成立的 到2020年的1月份在纽约交易所上市 他们用了5年时间 完成了一个上市的动作 如果想这个长租公寓来说 他应该是第一品牌 中国第一品牌 可这个中国第一品牌它出问题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资金链断裂 这家公司到2019年12月31号 就是去年31号 他在13个城市运营43 43万间公寓 同年增长85% 2019年全年收入是71亿人民币 增长166% 那么其中北京上海深圳 三个城市 公寓数量有22.4万间 那么其他的城市有21万5000间 那么到2019年的12月31号 蛋壳公寓的 现金和限制性现金,限制性现金就是 他收的押金那种 总共是34.56亿 人民币 那么蛋壳公寓呢实际上它的商业模式我们叫什么 长租短付 长租短付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 蛋壳公寓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中介 他 去找房东 把房租用比较高的价格租下来 稍微的装修一下,做一个配套,简单的配套 再用一个相对低的价格租出去 那它中间其实它是亏损的 但是它有个模式,什么模式呢 它向房东支付租金的时候是一个月一个月租 但是它向那个,它的下游,就是向他租房子的租客 收一年的租金 那么中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很多白领,其实他租不起一年,一口气给一年的租金他给不起 中间就跑出来一个贷款公司,贷款公司说没关系 你租不起我 借钱给你 这中间就有个贷款公司 就把钱呢一次性的 借给了这个 这个租客 这个租客呢就把钱交给了谁呢,交给蛋壳公寓,蛋壳公寓呢就手上就一笔钱 那么用这种模式,这叫 长租 短付 长租短付模式 那么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呢 蛋壳公寓的每个case,每套房 租下来 租出去 都是赔钱的 每套房,每个case他都是赔钱 不过 他手上握的 一笔现金,这就是他们的年付 年付的房租,这是典型的什么呢 这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就是这样 庞氏骗局他就是你不断要有新增的业务 你不断的有新增的业务往里面填,你才能弥补 前面业务出现的亏空 那么如果新的业务不发生 他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他只有很短的 一段路轨,火车 他就很短的路轨 他必须把后面的路轨拆掉 补到前面去,车才能往前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先从业务的角度来说 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两个经济形态 第1个经济形态叫欲缴式服务 欲缴式服务 因为他一次性付了一年的租金,这叫欲缴式服务 第2个经济形态叫金融杠杆 因为他一收收了你一年的钱 可是呢他在一个月一个月的往外付 这叫金融杠杆 那么他预收款的时间越长 那么他的杠杆率就越高,他现在比如说他一收收一年,如果我们平均来说 他的杠杆应该是6倍 6倍的杠杆 那么 无论是 欲缴式服务 还是金融杠杆 都需要监管 其实这两件事情都需要监管 因为如果没有监管,你想一下 他手上有40多万套 40多万套影响的人大概有 一套房子住两到三个人的话 那也得过百万 那得过百万 那么 这件事情其实跟什么有点像 跟P2P有点像 P2P也是 很多人把钱交给这个金融平台,金融平台把钱租出去 他也是收了一笔钱在他的金融水池里面 资金池 这个蛋壳公寓也有个资金池 资金池,这个资金池这笔钱 不是他的钱 是别人的钱 所以其实 预缴式服务本身是需要监管 全世界的预缴式服务 都要监管,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会有个跑路的问题 比如说有点像 举个例子,比如说健身房 健身房很多都是让你买卡 买套餐 买套餐一买买一年 买一年 他可能这个 这个健身房只能容纳100个人 可能他可能卖了1万张卡 然后老板就跑掉 所以预缴式服务都需要监管 中国也没监管,没有监管 那么金融这个资金池那更要监管 你这么大的一个金融水池,一收收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当他规模再扩大的时候,上百亿的时候 这个跑路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蛋壳公寓为什么会出问题 大壳公寓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 我们刚才讲过,庞氏骗局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持续的发生业务 持续的发生业务用后面收到的钱 去填前面的窟窿 那疫情实际上把这件事情给中断了 中断了 他就没办法展开,因为疫情一封关一封锁 中间就断了一大截 断了一大截 那么资金链不就出问题,实际上在蛋壳公寓之前 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爆 爆这种长租公寓,长租公寓的 背景是什么 是习近平的房租不炒的这个政策 房租不炒的政策呢 房地产行业就出现说你既然不让炒房子,那就租房子 租房子呢 就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模式 就是开发商 开发商拿块地 盖几栋房子,这个房子只租不售 只租不售就做成长租公寓 资产规模非常大 但是呢 他由于他 这个房子呢是他自己的 所以不存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轻资产 我没有房子 但是我要做长租公寓怎么办 我去找在市场上去找房子来租 找房子来租,如果你价格上没有吸引力 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给你 那他就出现了这种长租短付的这种模式就是 他租回来的钱比较贵 但是他要租出去的话 他只能用价格来吸引别人 所以他租的比较便宜 中间就有个差价 这就庞氏骗局 蛋壳公寓到底是谁的哈 我们看一下蛋壳公寓老虎基金 19.9%加上20% 鱼悦资本15.6%,蚂蚁金服8.6% CMC8.9% 高管 31.3%其中 联合创始人CEO高进持股是13.5% 但是他拥有75.7%的投票权 实际上这家公司是由他们的 创始人和CEO控制的 这是 这样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就是政府的一开始政府不管 例行公事他们也是不管的 然后就出现了很很大的社会反响你想一下 我们不说有100万人但几十万人在马路上被赶到马路上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很多的其他的常租公寓也在出问题 那政府现在什么态度呢政府现在态度就是 压迫房东 压迫房东 让房东不能把这个租客赶出去 在这件事情当中 最脆弱的人是谁 最脆弱的一方 是租客 因为他完全没有保障 他一口气把租金给了 一年的租金给了 蛋壳公寓 然后他向那个贷款公司借钱 借钱的合同他跑不掉的 就算他没得住的话 这两个是完全 不同的合同 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所以就算是他没办法住那房子他的租金还得付 这是一头 所以 租客是最脆弱 但是受影响最大的是谁 房东 房东的房子给了蛋壳公寓 可是蛋壳公寓不把钱还给他 可是租客跟他没关系 这里面就变成他 他们出现了一个三角关系 那他为了自保 他只能把这个租客赶出去 另外再找 租客 如果他把他赶出去的话 那他跟这个蛋壳公寓之间的合同就 就断掉了 他讲追回 好 追回原来的租金不容易 所以 所以呢这个 这个房东呢 也是个受害者 这里面最 最坏的是谁 最坏的是蛋壳公寓 他们他们他 中间他是关键支点 所有的东西都基于他发生 他出现了问题 其他人都是利益受损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风险是谁 就贷款公司 贷款公司如果 如果这个小白领 他因为他没办法住上房子 我就是不给了 因为我房子没租 我就是不给 虽然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他没有道理 但是 他人情善合理呀 因为我租了房子 可是我房子又不给我 我为什么要供款 所以其实 受损的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这件事情所有的方 都受损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问题最大的是谁 问题最大的是蛋壳公寓 蛋壳公寓他资金链断裂 股东如果这个时候不出手 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 蛋壳公寓可能就要完蛋 这家公司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真正的 没有把这件事情办好的是谁 是政府 政府没有在这个业态一出来的时候 就进行监管 这个情况跟P2P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 当一个新的业态发生的时候 政府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他的监管责任 他没有跟上这个监管责任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暴雷 那么受害者是谁 就是城市白领 所以很多小粉红经常 经常口号喊着山响 但在现实当中 他就变成了现实的受害者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蛋壳公寓 现在蛋壳公寓已经死人了 有人就是 因为这个就跳楼了 所以这件事情还在发酵 我们持续关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王健老师 王健老师提到 年轻小粉红是这次蛋壳暴雷的受害者 这是有原因的 在2019年共青团中央 党媒党报都帮蛋壳公寓做了背书 环球时报将2019年的年度责任践行奖颁给蛋壳公寓 新华社则颁给蛋壳了一个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赞扬蛋壳帮助百万中国大学毕业生安居 这些报道在蛋壳暴雷之后都已经陆续被删除了 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悉尼奶爸 关于这些中国青年的处境 跟全世界走上街头表达不满诉求的年轻人相比 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看似更拥抱体制 相信体制呢 首先我要说一下自从蛋壳暴雷以后 很多的蛋壳青年的流离失所以后 中文的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在嘲笑很多小粉红 他们租住蛋壳公寓的 几个月以前可能还在帮中共 不遗余力的帮中共说话 结果现在遭遇到社会主义铁拳了 很多人在击粉他们 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 但是其中有一条 就是发在微博上的一条评论 引起我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跟今天问题特别相关的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条评论 这个人讲的就是我是95后 我也是2020届的毕业生 就今年刚毕业的 我想说两件事情 第一届在得知到蛋壳暴雷之后 我原来是住在自如的 是另外一家长租公寓的 我在11月底就从自如搬出来了 转向了业主执租的房子 就是不利于 他写的是不利于这个长租公寓的威墙之下 第二就算遇上事了 以前的P2P受害者维权的很多前车之鉴 大家看不到吗 不要去参加维权群 要让政府去调解 千万不要上访 不要为了眼前而损失赔了未来的人生 最后加上一句毛泽东著名的话 叫做风物长移 放眼亮 这个帖子让我非常的感慨 这里面能够看出来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整个评论它的核心的话语 就是这句不利于威墙之下 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做君子不利于威墙之下 这句话哪来的呢 很多人有鼻子有眼说这是孔子说的 还有还编了一长段的文言文 表明这是孔子说的 其实那个不是 那是后人杜撰的 甚至我都找不到出处 其实这句话的来源是来自于孟子的靖心篇 它里面有讲到 所谓莫非命者顺受其政 是故知命者不利乎言强之下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知天命 顺天命而为 而知天命者就不利乎言强就是威墙 就是不会站在危险的墙壁之下 对了 孔子虽然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孔子有句类似的话 在孔子的《论语泰博》里面 他说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也就是不利于威墙之下这个意思 你看这两个的字面意思 似乎这位是在说 没错 你不要遇到危险的事情 遇到困难的事情 你要知天命 你要躲开 你不要去跟人应来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你不需要对孔孟对儒家有太多了解 你只要知道文天祥说过那句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错的 你这么理解 肯定是错的 我们说一个比较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孟曰取义 我们很多人在初中 高中都学过 孟子说的 与我所欲言 雄长亦我所欲言 二者不可得奸 舍于而取雄长者也 下一句话 生我所欲言 义我所欲言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看孟子说了 如果你在生命跟道义 这个生可能是生命 也肯定是生计 生命和道义之间你取肯定是要取义的 所以既然这样 孟子怎么会教你说 当你在道义跟实际的利益之间 你会选利益呢 不可能的呀 所以孟子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它的理解是在什么呢 它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至故死者非正命也 什么意思 就是我尽我的道 然后死了 这个是属于正命 然后我因为逆天命 然后被关起来了 就白白的死掉了 这个非正命也 所以这句话整个的意思 核心在于一个道 就是说你需要在顺天意而为的情况下 尽可能实现你的道 这个是重要的 而不是为了实现你的个人利益 或者怎么样 就像这位讲的一样 就是说不要为了眼前损失 赔了未来人生 就是这个人生 孟子取的是义而非生 那么我们再说 我们再调 既然调出袋了 我们再多调一点 孔子之前讲过 我们讲过 威邦不入乱邦不居 那怎么解释呢 前面一句话 威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前一句话 叫赌信好学 守死善道 就是还是那个道 对吧 所有一切的目的 都是围绕这个学跟这个道而言的 孔子后面还有一句话 特别重要 帮有道 贫且见也 耻也 就是说我在帮这个国家 如果是有道的 讲究道义的 我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 我最后还是贫贱 赚不了什么钱 那是我的耻辱 对吧 而后面一句话叫做 帮无道 富且贵也 耻也 就是我处的社会环境 这个国家 如果它是无道之国 无道的制度 而我在其中可能人生经营得很好 有钱非常富贵 那是你的耻辱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对于这句话 君子不立于威强之下这句话 这就无头无脑 不知道从哪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 其实大概可以看出来 中共的治理的逻辑 就是让大家觉得 用通过这样的话 让大家觉得 你有便宜你就占 有危险你就躲 这样子更方便统治 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种养骨文化 不去讲究道义 而一切以利益 以壮大自己牺牲别人 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至于年轻人 年轻人也是因为第一个 买这套 吃了这套 他们未必没有学过 守身而取义者也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想上的 干扰也好 洗脑也好 导致他们无法真正的从一个 所谓风物长夷放眼亮 你要把眼光放长远的 这个角度是思考问题 而把所有的目光 全部放在了眼前当下 和自己的利益上面 说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之前节目里面讲过 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机会主义者 就是投机分子 那么在中共的体制下 这个教育 这个思想体系下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投机分子 都是投机主义者 这个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但同时这个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如果要改变现状的话 你去更多的还是要从利益的角度 让别人知道你眼前的利益 不是一个真实的利益 真正长远的 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为了自己长远的利益 可持续的利益 那个才是真正的利益 而这个才是中共体制最大的隐忧 什么呢 就是在顺境的时候所有人都依附你 而在逆境的时候 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背叛你 大家注意这个帖子里面 这位95后他说得很清楚 我认为 其实我知道蛋壳是一个庞氏骗局 我知道自如是一个庞氏骗局 我也知道P2P的这个是一个庞氏骗局 他们很清楚 那么这些模式 其实跟中共的经济运行的模式 跟统治模式 其实一回事都是一个庞氏骗局 我不相信他们能够看得清蛋壳自如跟P2P 他们会看不清中共的性质 真正这个政权的统治模式 他真正的性质 所以当一旦中共暴雷的时候 反而是这些机会主义者 您觉得他们会站在谁的一边 谢谢卢雄飞老师的分析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任松林老师 现在百万青年被政府推崇的 金融创新骗局压垮 政府还计划把百万的大学生吸送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 跟青年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被训练着爱国爱党 而党又是怎么对待青年的呢 刚才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和青年的关系 还有共产党到底爱不爱青年人 青年人爱不爱共产党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不遇而言了 这个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共产党当然不爱青年 青年也不爱共产党 只不过是在这个上头 有很微妙的关系 因为青年人吧 一般来说他思想比较单纯 而且呢对前途的要求比较强烈 然后共产党呢 利用青年比较容易 所以说共产党一直在利用青年 青年中的一些人呢 也在利用共产党 来达到他们自己前途的命运 这里头呢就产生了很复杂的关系 就好比说从历史上看 反忧斗争 很多青年人听了党的话 出来大鸣大放 王八大革命中 很多青年人替共产党造反 最后被上山下乡 其命运期都很清楚了 但是呢为什么中国青年 现在还拥抱共产党呢 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 就是中共的这个集权制度 堵住了所有青年人上进的路 青年人不得不在体制内 寻求他的前途 所以说呢 这是被逼无奈的一个结果 其实任何时候 只要多出了一条路 青年人有其他上进的路 青年就不会这么样 完全追随共产党 这里可以从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能看出来 现在呢 由于这个习近平越来越打压 使得这个体制内的发展 成了青年人往上走的 唯一的条路 所以说呢 青年人不得不追随共产党 其实这是无奈之举了 你要说 这个年轻人不懂吗 年轻人心里清楚 但是你知道文化大革命 初期有很多小组织 最后独立组织都被共产党打压了 所以说青年人组织不起来 你好比说有两种青年人 一种青年人是农村最底层的 他如果要想出人头地 他必须进入体制 往上爬才能上去 另外一种青年人是在大学里 他们到了大学里 如果你在大学里 你要想出人头地 也得进入学生会想办法 所以说就出现了很多 文化大革命时候出现了很多 青年人举报父母造反 这个现在举报老师 其实这也都是青年人 幼稚和自私的表现 共产党呢 他知道青年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幼稚 这个缺点 所以他更加利用 其实这也不奇怪了 你像历史上 希特勒的党卫军 和这个俄国人一开始 苏联共产党 其实都是利用什么青年禁卫军 共产党的 下大力 在青年团上下功夫 其实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呢 其实这里所有的深层原因 就是目前 这些青年人认为 在体制内还能寻找到 他们的前途 所以他跟随了共产党 但是呢 随着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 越来越恶化 可能会越来越多青年人 被甩出去 这也能看出来 出了很多人 就是像六四的时候 为什么站出了那么多人 在那呼吁 在那喊 所以说 这里头 我不觉得人们 看出一个简单的情况 现在就认为 中国共产党 这个青年人现在爱党 拥抱共产党 不是这么回事 是因为青年人 其实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我觉得 分析中国的问题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看表面的现象 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的独裁国家 所以说他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体制 就像共产党一直畅吵 他的三个法宝 这个三个法宝 就是组织武装斗争和这个统战 所以说这里头青年人 其实占了两个 里头一个就是统战 还有一个就是组织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开放的想法 就是中国青年人其实并不是爱共产党 只不过是被逼无奈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他有什么选择 你看香港青年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当中共出现裂痕 就像1989年的苏东坡似的 当出现这个时候 青年会走到前头 其实与其说共产党利用青年 最后可能葬送共产党的也是青年人 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因为我们这些人 其实都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度过过年轻时代 我们太了解了 我们年轻的时代 共产党的宣传比现在还厉害 包括雷锋啊 包括很多事情 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你说我们那个时代年轻 有多少人相信共产党呢 其实打心里来说 他们并不是相信共产党 他们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只能在共产党这个鸟笼里 寻求他们的生存 谢谢任老师 也谢谢今天三位嘉宾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的三权合一节目 邀请您继续在影片下方讨论留言 也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与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佳杰 祝您闔家平安 下期再会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 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越语版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湖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